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墨西哥独消的残酷跟嚣张 经过很多的美国电影向全世界传送之后 大家如今已经真的是耳熟能详 当然生活在真正在他们的残酷枪口之下 那又是另外一种事情 尤其当我们知道下面这件案子发生之后 更对他们的冷血可能有了更深刻的一层认识 这件案子发生在11月4号 地点就在美墨的边境 当天有三个家庭在三个妈妈带领之下 包括他们的14个小孩 分成了三辆车子在不同的地点遭到了歹徒的伏击 而这些歹徒使用的包括了重型武器甚至机枪 一阵扫射之后车子也几乎爆炸 而整个过程当中最惨的是 三名母亲虽然举手 而且表示自己的身份 还是被当场屠杀 当然另外包括了好几名的儿童 但也有英勇的故事 有儿童自己带着他自己的手足躲到一个灌木丛中 徒步走了23公里求助 还有一个妈妈把他自己才七个月大的婴儿就藏在汽车的惰咽下面 最后11个钟头之后也终于能够获救 但整个家庭是完全破灭了 当然引起了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 因为这些人都是美国人的家庭 他们是一个摩门教的信徒 当年移居到墨西哥 原本跟当地的民众应该可以和平相处 但如今怎么蒙受如此的悲剧 蒙古政府备受压力 不过坚称他们认为这是墨西哥毒枭的误射事件 可能误认为三辆车子是他们对手帮派 但美国人不相信 特别是这些家属 他们到现场之后 认为从案发的地点 拖延了时间的长短 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他们而来的屠杀事件 墨西哥北部西马雷德山脉公路上 11月4号大白天 突然传出连环枪响 三辆汽车遭到埋伏的枪手攻击 整辆车被放火烧得焦黑 还不断冒烟 车壳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满满的弹孔 死者罗尼塔的公公哽咽哭泣 拍下了面目全非的汽车 当时三名母亲开着休旅车 带着14个儿童 从墨西哥索罗拉州 准备前往气瓦瓦州参加婚礼 没想到开开心心的出发 却是天人有格的结局 死者之一 罗尼塔黎贝隆 和他六个月大的双胞胎 以及十岁女儿和十二岁儿子 活活被烧死 另外多纳兰佛和他两名儿子 也不幸遇害 另一名受害者克里斯蒂娜 为了保护七个月大的女儿 拼命将她放到休旅车地板上 来躲避子弹 最后母亲身亡 暴住了婴儿 总共三名女性和六名孩童 不幸罹难 而其中克里斯蒂娜的 十三岁儿子德文 和其他六名孩童 在抢手攻击时 及时跳下车 德文激紧地要大家 藏身灌木从内 然后自己花了六个小时 徒步走了二十三公里 找亲戚求救 三十岁儿子能够到社群 后被失败了 就是说所有人都说了 几个小时 他让所有人知道 据墨西哥警方的估计 根据墨西哥警方的估计 现场发射超过两百发子弹 这是黎北龙家族 遭到枪击的美墨边境区域 当时正好发生 全球头号毒枭 爱兹古兹曼的西纳罗亚集团 和其瓦瓦州当地的 华蕾斯集团 毒枭们抢地盘大乱斗 街头枪战不断 佐诺拉州的阿垮皮耶塔小镇 街上一片空荡荡 民众通通躲起来 墨西哥媒体认为 毒枭泄斗一片混乱之中 枪手将受害者的车子 误认为死对头的车队 这是事件的受害者 来头可不小 是当地大名鼎鼎的 美国摩门教黎贝隆家族 他们对墨西哥政府来说 一直是头痛又尴尬的存在 黎贝隆家族信奉 美国本土的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也就是俗称的摩门教 因为奉行一夫多妻制度 被当成一端 在1920年代跨越边境 来到墨西哥北部 当地的摩门教殖民地 成员们多半拥有 美国和墨西哥双重国籍 李贝隆家族和独销的交锋 2009年就曾发生过 当时16岁的家族成员 艾瑞克遭到绑架勒索 李贝隆家族坚持不低头 拒绝付100万美元赎金 当时墨西哥民众 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 逼迫政府介入 最后艾瑞克平安返家 在背后直实的毒枭 艾斯卡吉达 决心要给李贝隆家族好看 几个月后 艾瑞克的哥哥班杰明 和班杰明的七舅 就遭到歹徒打死 事件发生后 李贝隆的家族 向墨国政府要求 自主和法民兵 他们在运毒的主要道路上 设立检查哨和瞭望台 随时监控可移车辆 事实上墨西哥民众 对于政府无能处理毒枭 似乎已经心灰意了 墨西哥政府不止没反应 甚至还向毒枭让步 就在上个月 大毒枭矮子肚子慢的儿子 奥维迪奥遭到警方代彼 嚣张的贩毒集团 出动蒙面枪手 拿着重型机关枪 在库里亚坎市区到处败 并且与维安部队激烈交火 最后墨西哥政府竟然屈服 释放了奥维迪奥 这决定是为了保护民兵 利贝隆家族屠杀惨发生后 震撼美墨两国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 批评贩毒集团 伤害无辜的美国公民 痛骂他们是禽兽 还表态美国愿意 派兵协助墨西哥围剿投销 不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 却给了川普软钉子 墨西哥方面也有人批评 毒销做大失控 美国是最大推手 墨西哥进枪 但黑帮七成的枪支 是从美国进口 毒销一手卖毒品给美国 另一手买美国器 如今大毒销 谷子曼虽然已经在美国吃老饭 却还是发生 黎贝隆家族屠杀事件 再度证明 墨国毒销依然嚣张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白货 你很默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